第2942集 龙玄原本的龙族血脉并没有多么强大 但成为镇魂司之后虽然只是魂魄状态 但其血脉之力亦是被龙母的力量摧发到了极致 否则其实力也不会瞬间暴涨到始源后期了 将龙族血脉完全摧发的龙玄 即便面对上古龙族也有自信 自己的血脉不算弱 可是眼下他竟然从叶尘的身上感受到了极其巨大的血脉差距 仿佛自己面对的是那洪荒之中的太古龙王一般 这怎么可能 即便是将一池龙泉彻底吸收了 也不至于将血脉升华到如此程度吧 至少普通人类绝对做不到 不过很快龙旋便不再关心叶尘血脉的问题了 因为三道魂印出现在了夜深的深周 一股极为惊悚的魂力波动降临在了这龙幕之中 龙旋的眼中瞬间浮现极为惊恐之色 惊呼道 你怎么可能拥有如此浩瀚的魂力 此刻他只感觉自己已经陷入了一片魂力的沼泽之中 无法自拔 他眼中的骇然愈发强烈 一咬牙 嘶吼一声 体表之上浮现出了倒倒青烟 而他的面庞上亦是浮现了痛苦至极的神色 可其气息却是愈发强大了起来 龙旋为了爆发出更强大的力量 竟是开始燃烧神魂了 普通舞者燃烧神魂还有活下来的机会 只是神魂会受伤而已 可龙旋现在是魂魄状态 魂魄状态 燃烧神魂只有一个结果 那就是死 龙旋的眼中闪烁着疯狂之色 这一击 叶尘和他只能活下来一个 若是无法泯灭叶尘的神魂 即便叶尘不杀他 他也会因为燃烧神魂而烟消云散 只有将叶尘的神魂泯灭 夺取叶尘的肉身 他才有活下来的机会 那朝着叶尘头顶镇压而下的龙爪之上 涌现出了无数锁链 锁链之上 明印着众多玄傲的符文 澎湃的天道之力 几乎要化为了实质 可面对拼死一搏的龙旋 叶尘的神色依然没有丝毫变化 龙旋心神猛的一震 看着叶尘的神色 他突然有一种极为不好的预感 就在这时 叶尘轻语道 使魂通天 四个字却宛若死神宣判一般 轰击在了龙旋的意识之上 下一刻 一种莫名的气息 在这龙族之中荡漾了开来 在龙旋的眼前 出现了一道无比高大 威视通天的身影 一道手持荒谷神剑 深周缭绕幽名火龙 气势惊悚的巨人虚影 龙旋的眼眸疯狂震颤着 他虽然看不清那巨人的面容 那一种发自血脉深处的恐惧 却是疯狂的涌起 他不愿承认一般嘶吼道 不可能 你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死 叶尘 给我死啊 那巨人缓缓抬起头 看向了高空之中落下的漆黑龙爪 举起了手中长剑 长剑指一挥 看似普普通通的一挥 却似乎让这龙幕之中的时间 瞬间凝滞 瞬息之后 那威力极其逆天的龙爪 竟是在这一箭之下 瞬间化作了虚无消散 仿佛纸糊的一般消散了 龙玄呆滞地看着眼前一幕 体表的青烟越来越浓 身体也越来越淡薄了起来 似乎还是无法接受 自己燃烧了神魂的极致一击 竟然就被夜晨 这么轻描淡写地碾压了 夜晨看着这曾经的老友 叹息了一声 神色有些落寞低声道 老友 走好 龙玄闻言身躯颤抖了一下 随即其面色竟是恢复了平静 他看着夜晨 眼中浮现一抹释然之色 面带苦笑道 有你送我也算是一种幸运 当年他为了活下来 在魂魄即将消散之时 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接受了冥冥之中 某种意志的指引 定下契约 成为了镇魂司 可后来龙玄才发现 永生囚禁在这龙墓之中 是一种远比死亡 更加可怕的折磨 可在这龙墓力量的束缚下 他连自杀都做不到的 若非夜晨将龙泉吞噬殆尽 他甚至连燃烧神魂的机会都没有 此刻似乎感应到了镇魂司 即将死去 龙母之中隐隐有龙吟回荡 镇镇法则之力在天空之中涌现 似乎想要镇压夜晨 夜晨的目光却是逐渐深沉了起来 他能感应得到 这法则之力极为强大 甚至能够让龙玄即将消散的神魂 重新稳固下来 不过他知道 这不是龙玄想要的 如今他唯一为这曾经的老友所做的 便是送他上路 不为其他 只为两人曾经的情分 下一刻 无尽魂力涌动 那巨人身上的威势 愈发强盛了起来 猛地举起了手中的荒骨长剑 一道道锁链出现在了巨人的体表之上 缠绕着他 那是龙木的意志 在抵抗 在阻止夜晨斩杀龙玄 感受着这股束缚之力 夜晨的面庞上 亦是浮现了一抹勉强之色 就在这时 一道龙魂再次出现 朝着高空之中飞去 一张口咬在了一道锁链之上 咔嚓一声 竟是将那锁链生生咬断 夜晨抱贺一声 抓住这个机会 驱使着那巨人 将手中长剑一盏而下 轰隆一声巨响 天地震荡 那冰冷的剑风划过了龙玄的身躯 龙玄感激地 看了夜晨一眼 微笑道 老友 多谢 其话音逐渐飘渺 与其身形 一同消散在这无尽的轻物之中 夜晨凝立原地 沉默着 许久之后才轻吐了一口气 硕老问道 小子 你没事吧 夜晨笑了笑道 没事 多谢硕老了 若非硕老提醒 他还真有可能被龙玄所欺骗 对于朋友 夜晨向来极为信任 硕老轻叹了一声道 那个时代 镇魂司都是由龙族 从小开始培养的 他们自愿在死后 为龙族而奉献 在龙族之中 地位极高 不过即便如此 每个镇魂司 也会在位千万年的时间 千万年之后 他们便会在龙墓之中安息 可如今这个时代 拥有能够进入龙墓之中 血脉的龙族太少 每个龙墓的意志 若是选中了一名镇魂司 便会将他永生囚禁 在这龙墓之中 这对那些游荡的龙魂而言 虽是一件好事 但对镇魂司本人 却是一种极为痛苦的折磨 想必这名叫龙旋的小子 之前的镇魂司 也是想尽办法 自我了断了吧 叶辰目光微闪道 这所龙墓 往后可会有 其他的镇魂司 朔老道 自然会有 龙墓会像选择龙旋一样 继续在各个地方 寻找合适的灵魂 而且龙墓 不是只有这一所 那峡谷之中的入门 是连同龙墓的大门 也可连接到其他龙墓 说完 朔老的声音之中 突然浮现了一抹 欣喜之意道 小子 真没有想到 你轮回血脉的力量 竟然还在我的预料之下 拥有我的龙骨 并且吞噬了一池龙泉之后 你体内的龙血纯度 竟然能够达到 百分之七十的层次 轮回血脉和龙血 互不影响 拥有轮回血脉 已经是万里挑一了 现在你的龙血纯度 不得不说 你今后绝对会站在 这个世界的巅峰 叶辰文言 眼中亦是浮现了一抹 兴奋之色 百分之七十龙血纯度 这即便放在 太古和洪荒 亦是龙族之中的佼佼者了 而这龙血 给叶辰带来的 则是巨大的生命力提升 最关键的 还是他的实力 百分之七十纯度的龙血 让叶辰的生命力再次翻倍 力量 肉身 强度等等 都有了不小的进步 并且与龙骨的契合度 即便没有硕老的力量加持 也几乎达到了完美 最关键的是 龙血浓郁到如此程度之后 叶辰 隐隐竟是能够感受到 一分与天道之间的共鸣 原本这可是始源巅峰 乃至还真强者 才能做到之事 事实上 龙凤这类真灵 与一般的妖族不同 乃是得天独厚的存在 其被称为天地灵兽 为何 因为龙凤之类的强大生灵 天生便有可能与天道相合 当然 这是在血脉纯度极高的情况下 实际上这才是 强大血脉最大的好处之一 虽然叶辰本身的轮回血脉 极为神秘 比之龙血更为恐怖 但似乎还处于沉睡之中 没有彻底觉醒 而天妖之血 虽然意识强大 纯度却不够高 简而言之 如今的叶辰有信心 面对更强的对手 若是借用玄寒玉玉硕朔老的力量 徒生大会 面对地势天也不会被秒杀吧 叶辰目光微闪 如今的实力 对于荒家那位所谓的荒极玄 应当有了话语权 下一刻 他身形一动 便在硕老的指点下 准备破开这龙木空间 离开此处 百荒之山 荒家 一间密室之中 一名浑身缭绕着淡淡血光 满头黑发 一双血眸的英俊青年 正神色恭敬地 面对着密室之中的一名老者 这名青年 赫然正是那荒极玄 而坐在荒极玄面前的是一名 浑身血肉干瘪 散发着无尽衰外气息 看起来行将旧目的老者 这名老者名为荒魁 其身份乃是百荒之山 荒家的老祖 存活于世 已经接近九万年 即便在这五道世界 也可以称之为 老怪物之中的老怪物了 感谢观看